流感本身就是一个自现性的疾病 应该说大部分的流感的患者都是可以自愈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去重视它 因为按照调查应该有一少半以上的患者 可能都是有着慢性疾病的 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有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糖尿病这一类慢性疾病的 或者是说流感发生在年纪比较大的人身上 发生在儿童身上 发生在孕妇身上 可能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甚至有可能出现致死性的后果 所以一般来讲 虽然流感是有可能会达到自愈 但是流感仍然是建议诊断之后 尽早去给抗流感病毒的药物 那这个呢意义在于两点 一个就是可以缩短病程 让我们自身的这个症状 或者病程尽可能的缩短 另外一个意义是 缩短我们这个患者 他作为传染源存在的时间 所以虽然流感可以自愈 但是仍然要及早地 去给抗病毒的药物去治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